房市低迷 加上民眾提前還房貸 中國六大國有銀行2023年底個人房貸餘額合計約人民幣26兆元 年減超過5000億元 據報導 六大國有銀行2023年年報顯示 工農 中建 交等五銀行的個人房貸餘額與2022年相比都減少 其中農行的個人房貸餘額跌幅最大 年減逾1757億元 這個貸款的減少是意味著老百姓在不斷的月工下把貸款總額減少 其實真正意味著是幾乎沒有新增的貸款量 而是在減少 甚至說就是貸款他們在不斷的還款過程中 清款的款項的速度居然比買房新增貸款的數量還要大 證明整個市場的購買量 新增量是非常之嚴重的萎縮 房市低迷 有建商為了充買器 推出買一送一促銷促銷案 在北京通州購買一棟77平方米新屋 就附送一套山東煙臺的109平方米的海景房 為什麼買北京房送山東煙可能針對在北京北漂的山東煙可能有用吧 對其他人像其他省份上海廣東的並沒有有什麼效果 我覺得這種都是噱頭啦 譬如說你說買北京房送山東煙 問題是我北京就買不起啊 你送我再多東西我還是買不起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在於房地產廠商或是業者 當然希望盡力的想辦法去庫存 就是說多一點現金進來可以讓它的營運可以運轉起來 但是擺在眼前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買器不足啊 臺灣財經專家黃世聰表示 目前看到一般民眾的消費力道都在下降 包括很多實體店面的倒閉 中共當局公布的數據也顯示民間的消費力道在減少 如果連基礎民生的消費力道都在減少 那怎麼可能還有餘額去買房地產 所以當務之急應該是想辦法讓經濟能夠重新的回溫起來 那回溫的方法不外乎就是吸引外資啦 或者說跟國外改善它的關係啦 重新迎回所謂的外資的供應鏈 然後再加上說跟歐美改善關係之後呢 進入這個國際經濟體系的一環 但是我覺得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啦 因為這一切都操控在最高領導人的手上 中共駐建部及金融監管總局1月份發布 《關於建立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的通知》 多家相繼提出房地產項目白名單 推送給六大國有銀行作為融資的依據 當局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盤和整個中國經濟營運的狀況 目前看來紓困措施似乎失效